苦行感召 药会吃苦 作者 福安古观音格 修行从来是一件苦差事 能吃苦 在家不苦 出家也不苦 不能吃苦 在家苦 出家更苦 这个吃苦 是不容易的事情 把吃苦当作正常 你看有些人生活好像很清闲 其实莫有真正的清闲的 清闲就莫什么大福报了 佛教为什么那么兴盛 就是因为祖师都很拼命 拼命到自己全身是病苦 如果大家躲到山洞里去避世悠闲 那么你就看不到大山里头 那么庄严的寺庙了 古代的寺庙有两种来源 一种是国家拨款的 就是皇帝建设的 好像武当山一样 明朝皇帝动用了三十万的人力 花了十三年时间建设的 这个国家的力量 但是更多的 是民间祖师建设 用民间的力量 就是祖师通过自己的修行 感召到信众的护持来建设的 祖师建庙 有神通的几乎很少 都是只能用修苦行 用道德去感召别人来 比如连池大师 建庙盖瓦片 每盖一个瓦片念一遍大悲咒 台风来了 其他都被吹走 他的庙一点事情都没有 所以要吃苦 为什么出家人叫人天福田 他首先要有福报 福报不是别人给的 而是自己修的 修就是修苦行 人身难得 用人身好修行 珍惜人身 人身好修行 人身好修行 我能够找到几乎 都给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